假期结束 台中慈悸医院已经先恢复了正常医疗作业 因应周六日休假日 急诊开设 泪流感特别门诊 主要还是全身酸痛跟高烧 为它最主要的一个症状 那其次就是 咳嗽流鼻水这些呼吸道的一个情形 家中已经开始出现群聚感染的时候 对 那其他的家人如果类似的状况的话 目前还是建议及早投药 除夕到初三急诊量最大 心血管疾病和老年患者不多 估计是因为过年天气温暖 反倒是许多轻壮年因为流感 以及肠胃炎患者就诊 假期尾声 调整作息 不要熬夜 恢复正常饮食 能避免休假症候群 尽速回到最佳状态 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导 不过在年节期间 这个 我倒下自页 真的三重